沙利文先生的涉台的言论 我想美方的相关表态再次证明 美国的硬态战略不针对第三方的说法 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 在台湾问题上 美方一段时间来 涉台消极 错误言行不断 助长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 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 以美谋独 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 以台制华 对此难辞其咎 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 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中方当然要做出坚决回忆 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任何人都不应对此抱有幻想 这里边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美方不应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 涉台问题 停止售台武器 停止同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我还要强调的是 中国实现完全统一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不会因任何人 任何势力 任何国家而改变